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5日,繞强多日,仇中正寢了 先说一单新闻 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已经向部分供应商发出信简 对于向中心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原物料 是设备,还有那些零件都算的,原物料都不行 即是你做晶片的原物料,他都不给你 可能漂亮点的铜链,他都要不肯过你的 那除非获得出口许可证,什么时候会获得出口许可证? 中国都能够大量制造,你就可以获得出口许可证 即是给你生意做而已 哇,大佬,华位呀华位呀 加下,即是你不顶我们用 什么2纳米,3纳米,4纳米,7纳米,14纳米 那我们就做自己的90纳米,100纳米那些 哇,这都不给啊,太过分了 奏中正寢了 之前就说国家投放了不知多少个亿 又是那些,不知多少个亿 那跟着,是呀,下下都亿亿声的 就有个阿婆走出来,灭绝尸体 那那位仁姐,就叫做 中国科学研究院院士旺宁二 那又厉害了,就是漢堡包市 今正这样发明的,因为中国的媒体 吹嘘她是哪个呀? 她是这个4核CPU的真正剔造者 还称呼她是什么呀? 是美国最害怕的这个龙心之母 龙心之母,这位84岁的老婆婆 是中国晶片的救星那样 那其实不止她,之前都有所谓的晶片之父 除了晶片之母,还有晶片之父 晶片圈里面,都有人说的 那位是哪个呀?那位就不用那么老了 叫做邓中翰,97年那时加入了IBM公司 主要负责私母市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开发 而且在IBM这个公司的环境底下,申请了多汉专利 于是乎就被人刮割 台积电也有很多人被人刮过去 不过又是咯,你刮过去做些什么呢? 即是那帮人令我想起1960年 那些乔包,乔包建国嘛 回到去,然后被人凍结资产,充公资产 还要全家一起跪玻璃 那我对于这件这样的历史,我当然是觉得 抵挡他们死啦! 即是这批人,你说不是 即是那时候因为资讯不透明嘛 喂,大佬,资讯不透明 你又不见胡适,肯担任这个大学的校长 人家咄一声,脚底马又咄,走了 那所以这批这样的乔包建国,回到去跪玻璃 是划算的,还有呢,不单只他们跪 他们那些家人,家爷仔,叔伯兄弟,全部一样的跪 为什么呢?走资派来的,这帮 就好像那个钱学森 你到最后,说什么火箭之父 到最后是怎样呢? 跟人说,某产十万斤 卫生田,竟然说这个 毛毛说的东西非常之合理 你最后啊,人才都变奴才啦 你没有这样的培育环境嘛 就等于耶稣当日说啦,你在这里 撒播种子的时候,有些去到 石头上面,散都散不出来 唯有去到一个好的土壤里面 科学的人才才可以得到 鼓励,得到善用 你强行拿这些这样的人回来 一来害了他们,二来害了自己 你要急就张的时候 在这要完成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目标 到最后,人家完成不了 跟着就要拉要所有汤 人家只能跟你说什么 不是啊,一定的,没问题 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那怎样啊? 做起了的啦,你看不到吗? 就是皇帝的新衣啊,那几个裁讽 哎,你看不到吗?做紧的啦 做紧的啦,掌个尾,掌个尾 跟着在这里剪剪剪剪剪剪 然后,你那些大臣走过去的时候 喂,你在做什么啊? 你见不到吗? 这件天衣无缝的龙袍啊 只有聪明人才可以见到的 你见不到吗? 哼,那大臣当然不认的啦 哇,好美啊,真的很美啊 其实当年,你邓中汉要离开美国的时候 美国其实对他都有全方位的调查 就连他自己的研发成果 都不可以带出美国 那当然啦,你是帮IBM研发的嘛 那这个是IBM的东西来的嘛 不属于你的哦 公司的资产 但是啊,他都还有少少记忆力的说 那于是乎呢,就成立了一间叫做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了星光一号晶片 所以啊,那些人就叫他中国晶片之父 即是当日啊,你中兴被人禁的时候呢 就说出,即是在那里广泉 这单这样的新闻 但是你没办法的,因为人家是整个东西来的嘛 包括有钢刻机的技术啦 包括有那些软件方面的技术啦 还有啊,你不是一个人 即是你整天在那里做神没意思的 因为人家是一个团队 每人写一刻的时候啊,才可以 剃造到这个这样的工业链的嘛 这个是一条链来的 每一环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你84岁那位王令仪 啊,就是中国的媒体 就在那里捧他啦 就说他为国家,省了一亿 他可以怎样呢,研究到28纳米的晶片 突破外国的技术垄断 缩少技术距离 就是你不就让我看到,他弄完那些晶片出来 整个仓的时候呢,然后突然之间 又不小心啊,哇,那就 凸一声,那整个仓没有了 真是厉害啊,无尘实验室都可以 是二研品的时候 你是不是研发的研字写错了啊 研料的研啊,写了 哇,故事背后很感人的 被骆惠拿当日探的那个演员更感人 就是说他什么啊,66岁 原定退休的啦,今次是怎么样啊 第二次出山啊 念破老以上能犯否 即是老花的了啊,还玩这个28纳米 不是吧,那他说可以就行了 但是其实啊,我常常都觉得 就算他真的做到的时候呢 他也是很慢慢紧啊,而且是 建基于其他人提供给他的 一些资讯,技术,软件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东西啊 你知道啦,84岁都有些人物的嘛 那于是乎啦,你才可以 扣过这个network啊,叫做可能 外国,那跟着呢,入口的晶片 跟着黑自己的名字上去,会不会啊 龙心,那除了龙心之外啊 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中心了 中心国际,那继中兴之外呢 这次又是中心,那其实 2020年9月10号,哎呀,日本真是坏的 哼,即是日本有个媒体 已经在那里说了,喂,你知不知道 中心今年啊,全国已经在那里 产那些,生产那些40纳米的晶片的了 而且呢,长江全署啊,已经开始 和他合作,面对这个,应对这个 美国方面的,很多不同的制裁 那,你看到这个表了,就是目前来说呢 已经不断攻坚,不断斗争的了 是哦,7纳米他都计划今年试产的 14纳米来说呢 上年底已经开始量产的了 而现在厉害的呢,就在于40纳米啊 28纳米等等 哇,这些厉害啊,全国造心 他可能就是based on这个数据呢 那然后得出五年之后啊 中国的芯片自足率 可以达到七成的这个结论 哇,厉害啊,自给自足 天朝上角啊,啊,留意啊 试产7纳米,不代表做到7纳米啊 就是现在台湾很吸引的啊 你走过去,哎,按一按按制 台积电的7纳米就是你的了 是不是很吸引呢 就是等于康熙当日啊 想玩这个西洋人的墨镜 那如果你有那些全教士 走过去,就是利马斗那些啦 那跟着介绍这些洋人的玩意 哇,即时身价8倍啊,跟你说 但是啊,美国啊,就果然叮上了了 叮上了这个中心国仔 那所以呢,喂,你不行 你那些卫星啊,那些啊,子弟兵那些设备啊 就是包括那些关刀啦,是不是 全部啊,都是跟你这个中心有关的 冤枉啊,大人 啊,那关刀不关我事的 就是其他的那些关,是不是 就是9月4号的时候啊 路透社就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消息 就说特朗普正考虑 将中心国际就列入黑名单 贸易的黑名单 理由就是因为它涉及到子弟兵 但是呢,公司星期六 就是那个星期六啊,隔了几天 就即时啊,发文在这里说感到震惊啊,没有啊,没有啊 从来都没有啊,你说没有就没有了吗 但是无论有,或者没有都好 嘣,一声股价又跌了20%了 我还记得这个,这样的中心啊,上市那时候 不过可惜啊,今时今日 似乎将要成为明日黄花了 就是很危险的,所以 为求安全你知啦 投资这些东西,最重要是赚钱的 所以,所有的香港股票啊 是啊,香港股票我都不买的 中国股票啊,债券啊,各样啊 我是不会买香港或者中国的东西的 太危险了 甚至乎港元我都不拿的 那所以大家呢,就要学会怎样去投资在国际啦 又或者甚至乎啊,不过你不要啦 就是走过去英国那里呢 有20个港人啊,买楼的时候呢 那就糟糕啦,中了招啦 买了一些烂尾的 那么急做什么呢? 看定些先嘛 你都未必说即时想住那个地方的,对吧? 你看起来其他地方先嘛 那但是其实你中国啊,如果 有好有不好啦 由于中国呢,很多时候是集中了所有的资源 去support某些的企业 而那些企业呢,就变了巨无霸 又是各形企业啦 又跟很多的利益团体有那些瓜葛啦 那于是乎啊,痕痕痕痕痕的情况下呢 你又养大了小部分的寡头垄断企业 但是这些寡头垄断的企业来说呢 当你倒下来的时候,例如华为那些呢 你是没有替代品的咯 没有替代品一方面呢,就造就了你的罢业 没有替代品,另一方面就是说呢 你的罢业一倒下的时候呢 就门可罗着市倒狐宣散的咯 那赵立坚当然就非常愤怒啦 他说什么呀? 这个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其实呢,你作为一个外交官呢 你是搞错了小小事 为什么搞错了小小事呢? 其实你说这句呢,都有肉角格的 为什么呢? 你应该是说,中国人才仔仔 即将发展出不同的1纳米0.5纳米的晶片 无需依靠美国 那才是有底气的嘛 而不是在说坚决反对的那些东西 即是养这帮外交官呢 我是完全不知道for what的 完全是浪费公帑的 即是你可能比那个龙森婆婆都更好 为什么要80多岁都捧出来呢? 很简单而已 喂,80多岁都可以啊 你不是不行啊 现在流行这些东西的嘛 你想想,一般来说,做芯片 是不是理论上应该是年轻仔的天下? 喂,80多岁都可以啊 你怎么会不行啊 又是这句而已 所以就鼓励很多的 不同的可能清华啊,北大啊 你的工程人士 看见这个丫头,你是不是深深向往先 哎呀,我也想成为好像我这样啊 但有一个问题 芯片不可以当饭食的 即是到你投资了很多下去的时候 个个都在这传闻大念心 你没饭吃的话就大事了 所以未学闲先学走 打算一个又一个的计划 你念战骨埋坊外,空见葡萄入行家 到你得到葡萄的时候啊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那粒葡萄呢? 就算你真的想要那粒葡萄 你的子民,你的百姓,你的神民,你的国家 是不是真的想要那粒葡萄呢? 即是最惨当然就是投资了很多下去的时候啊 好像大清朝帝国,当年羊毛运动 跟着搞出个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厲害的 那时候是全球手屈一指的舰队来的 但是,一声,所有投资炮汤 哇,大佬,变了汉能太阳能啊 那当天,那些投资不是全部打水漂? 那还有呢,又是啦,白皮书都写了 国际情勢,波涂骨鬼啊 目前来说已经证实了啦 真的证实了啦 之前都是让一下让一下而已 今次证实了啦 中芯国际证实租到美国的制裁 已经和华府展开初步的交流 交什么流啊? 人家叫你拿货走啦 撿脂皮箱 港交所报了啦 所以是真诸都没那么真 中国晶片制造企业 中芯国际10月4日 发表公告证实 遭到商务部的制裁啊 部分供应商就要申请出口许可证 才可以向中芯国际供货 那你终于知道啦 中芯国际为什么可以做到28纳米啊? 人家向他供货咯 龙心阿婆啊 为什么可以做到那些不知道什么 四核心啊? 人家向他供货咯 那如果人家不向他供货呢? 皇上,其实呢 90纳米都很好用的 90纳米,你见不见到啊? 你按yes 他真的有yes这个答案的 按no 他就有no这个答案 那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啊? 没有的啦,皇上 至少懂得冲刺水 那和他都在想着 公不公布这件事的 中芯国就是多次 啊,在新闻报道里面说了的了 是多次和这个香港交易所啊 就磋商 同时间亦经过多日 和供应商方面进行询问 讨论 唉,就是我换个字啦 你又知道在说什么的了 是黑球啊 那但是公司得息了了 哎,面目无光啊 谁知道呢 不衰,很衰 就是啊 都还是要和这个港交所披露的 因为为什么啊? 哇,大佬 你始终都是上市公司啊 万一有什么事 很多股民呢 都要向他轻重的 集体诉讼 哎,但是不害怕啊 为什么啊? 我们有律政司 井若驊嘛 叫他撤控就可以了 你们在这里集体控诉 好难啊 好了,那最后一句啊 就是中芯国际的那个 绝不答应啊 哼 中芯国际的五大绝不答应 是不是啊? 那他不是五大的 只有一个绝不答应啊 他在这里说什么啊? 公司一直坚持合规经营 遵守经营地的相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子弟兵是并无关系的 会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啊 冤枉啊大人 快点给正片我啦 搞不到火大祸的 好,今天讲到这里 都有 正常啊 都没有 的